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报道表示处于恐慌之中的北京居民 开始抢购食物和其他的日用必需品 来自美林社的报道说需求的突然增加 和快递人员的短缺 使得许多的订单无法当天派送 另外中国的网购平台美团买菜 或者阿里巴巴旗下的网购平台 河马等一些网购公司 都已经进入了超负荷的运作 有不少已经停止接受新的订单 此外一幅天安盟广场的照片 在全球媒体上广泛的刊登 照片上空旷的广场周围被栅栏围起 广场内除了几个保安 没有任何的行人 社交媒体上热传的一张照片显示 北京火车站前面一片寂静空无一人 照片的配有文字表示 北京站已经关闭 报道说这些照片只是 北京是全市即将封城的迹象之一 除此之外 还有许多的消息 令北京居民感到惶恐不安 彭博社在星期五 也就是11月25号的时候报道表示 中国的首都北京看起来 已经变成了一座鬼城 平常最热闹的商业区 现在空无一人 荒凉一片 地铁乘客减少了64% 百度的交通数据显示 北京在中国交通堵塞最严重的城市的排行榜当中 从第一猛跌到了第74位 许多学校都已经关闭 学生们被告知要通过网络上课 订院商场等些公共设施都已经停业 北京西南部的房山区要求居民外出 必须要出示多次的核酸检测的证明 去房山以外地方上班的人返回的时候 要在三天之内做三次检测 而北京南部的大兴区的居民如果要上班 必须要持有雇主的信函 并且签字保证不去办公室以外的任何地方 他们如果要去日用品商店 还要单独的再签字做保证 报道表示 中国的国家卫健委每一天公布的疫情通报表示 星期四也就是11月24号的时候 中国全国新增了病毒感染病例为32,695例 其中1860例分布在北京 比于前一天的1611例又有了增长 这是北京爆发疫情以来 日增病例数最高的记录 报道表示 北京当局再次展现出了三年前几天之内就建起了 汤商方舱医院的那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所谓制度优势 快速地修成了用于隔离病毒感染者的各种方舱医院 体育馆展览中心等一些大型的建筑 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变成了隔离的设施 报道指出越来越多的人收到了通知 不要出门 不要离开小区 许多社区的出口都已经有穿着白色防护服的大白们把守着 禁止没有得到授权的人进入 严格的检查出入居民的健康码 报道说 就在两周以前 北京的日增确诊病例还只有区区的几十例 病例的大幅增加导致了防控措施的大幅提升 北京市几乎所有的区域都采取了针对性的风控措施 小的可能只是一栋住宅楼 大的则是一个拥有数百万居民的地区 报道说 当局显然是为了尽量的减少社会震动 而一点一点的通过微信等一些社交媒体 或者是居委会等一些途径来发布封控的信息 而没有正式的官方通知 美国博新律师事务所北京办公室的合伙人 詹姆斯·奇莫尔曼 星期五也就是十一月二十五号的时候 向美国财经电视频道CNBC表示 在二十五号的上午 他们的三十多名员工大部分的报告表示 他们所在的社区被封控七天 公司在前一天就安排员工在家工作 另外中国欧盟商会的会长伍德克 在十一月二十五号的时候也表示 不断的传来有人遭到封控的消息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就是下一个 他估计他的办公室所在地区 已经有大约百分之四十的人处于封控的状态 报道表示 封城是习近平亲自制定的清零抗疫总方针的主要手段 其实主要内容就是阻断人员流动和各种公共交通的运转 实施大规模的隔离和频繁的大规模的核酸检测 这种措施最先在二零二零年二月份武汉开始使用 后来陆续在西安长春吉林天津郑州上海乌鲁木齐等 许多的城市和地区都实施 报道说封城所到之处民怨沸腾 次生灾难层出不穷 民众强烈的不满 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 或许是因为这个名词已经声名狼藉 中国当局又创造新的词语来代替封城二字 比如静态管理静默管理等等 好再来看一下习近平不握手惹祸吗 泰国警告说有权取消对华潜艇的采购 来自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说 近日泰国与中国因为采购潜艇的质量问题陷入了争议 泰国海军司令警告表示 泰国随时准备取消采购的订单 报道指出 11月22号的时候 泰国海军司令 厨颖蔡重景派上将对外宣布 正准备就军方采购 039A型原级潜艇发动机的事宜 举行会议 中方如果不能够保证发动机的安全性能 则泰方有权随时的取消采购的合同 他表示泰国军方有权取消潜艇的订单 但是先要和中国再做谈判 另外根据泰国媒体的报道表示 泰国军方打算和中国大使馆的五官 以及负责建造的中国船舶重工国际贸易公司 在12月份的时候进行会谈 以便对该采购案准备财务的预算 报道指出 该潜艇原计划在2023年中旬交付 但是因为疫情而改为到2024年的中旬来交货 报道表示 因为巴基斯坦也向中方采购了同类的潜艇 因此灭林和泰国海军一样的问题 发动机等零部件质量有待检测 报道表示 泰国方面希望中国海军能够为中国产的发动机提供质量担保 泰方也担心订单的取消会影响两国的关系 根据公开的资料显示 泰国早在2017年4月份 与中国签订了你购买三艘S-26T原级潜艇 总价约10亿美元 你交付的第一艘的造价为135亿泰铢 约合3.77亿美元 2018年泰国海军司令还赴武汉造船厂 剪彩开工 报道说 两国合同规定新建造的潜艇需要采取德国的MTU-396型发动机 但是德国驻曼谷的使馆的武官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向泰国媒体证实 中泰两国在签署该采购合同的时候并没有事先与德方进行协调 另外泰国媒体表示 今年初的时候德国禁止向中国出口MTU-396型发动机 中方又改为承诺用中国产的CHD-620发动机来取代 但是遭到了泰方对作战性能的质疑 泰国总理巴育今年4月份的时候曾经表示 可能取消该潜艇的合同 这引起了双方反复的交涉 掌握该技术的德国企业对外表示 此举因应欧盟对1989年天安门镇压事件作出的 对中国武器禁运的规定 与此同时涉及10亿美元的对华潜艇采购案 也遭到了泰国民众持续的反对 造成泰方款项支付不断的拖延 当地的网友为此还专门成立了一个脸书群组 追踪相关的最新的讯息 目前该群组有一万多名成员 报道表示在泰国海军司令表示 或取消上述的潜艇订单之后 许多网友认为泰国与各邻国的关系友好 根本没有大量的采购潜艇的必要 还有人指出中国潜艇质量差 从发生潜艇海难的事故 报道指出旅居美国的原中国海军中校参谋姚成 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 中方海难事故有技术操纵不当的成分 但是主要的原因是质量的问题 目前中美等大国都在优先的发展核潜艇的技术 常规动力潜艇处于逐步被淘汰的境地 而中国的潜艇技术本身就比较落后 他认为中国军火自主研发能力较低 不掌握核心的技术 经常山寨仿制别国的先进技术 虽然价格便宜 但是以后武器出口会越来越难 他表示欧美在俄乌战争之后 对中国进行更多的科技封锁 泰国不买是对的 如果德国一旦制裁 这些潜艇都要废掉 姚成认为目前德国有较强的潜艇发动机的制造能力 就常规发动机而言 日本的苍龙级的潜艇非常的先进 而常规的潜艇在续航力 还有造型量等些方面 都难以与核动力潜艇来相比 泰国搁置购买中国潜艇的考虑之一 就是因为在民主阵营 遏制中国的大氛围之下 与北京走得太近 属于政治不正确 另外台湾成功大学政治学教授台湾泰国交流协会的理事长宋振兆认为 他说因为中方没有按照当初承诺 按照德制的发动机 而德国会严密的管控技术 不能够再卖给中国大陆 很可能很快就会变成中国大陆制的 报道表示 泰国此前购买中国军火 有在政治上交好北京的考量 但是当前中美竞争的大背景之下 欧美日趋对中国进行高科技的禁运 此外 泰国当前的经济形势也导致了财政紧张的局面 好 再来看一下大S汪小飞的骂战成为了中国女性维权的新战场 来自零和早报的信息表示 台湾艺人大S徐希元 与中国大陆的富二代汪小飞去年官宣离婚的时候 曾经引发了一轮两岸统独的民意对决 数料时隔一年之后 当时还维持着表面上客气的两个人 因为生活费的争执变成了隔空喊话的怨偶 把这场离婚的大戏带到了下半场 霸占了微博的热搜 引发了新一轮的舆论的风波 报道表示 台湾媒体星期一也就是11月21号的时候爆料 大S起诉汪小飞没有履行离婚的协议 没有向他支付相关的生活费用约500万元新台币 报道还表示 大S在台湾当地的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 法院予以了批准 汪小飞在台湾的资产也陆续的被查封 媒体还爆料表示 双方就这件事私下已经尝试解决过 但是没有得到一个让双方都满意的答案 最后只好对不公堂 汪小飞当天一连发了多条微博回应 大致是控诉台湾媒体恶意抹黑 自己想见孩子却被大S阻拦 以及孩子的生活费学费一分钱没少给 但是暗示大S已经再婚 因此不想再给他们缴电费了 另外他还在评论区里面发飙 怒斥大S与新婚的丈夫 聚俊业助他花了2.4亿元的首付 每个月100万元的房贷供的房子 吃他的用他的甚至连床垫都不换一个 而汪小飞的床垫梗由此诞生 引发了两岸吃瓜群众全程跟踪这个高价床垫的去向 报道说汪小飞拉开骂战之后 大S方面派出了母亲黄春梅出面应战 而徐妈妈对媒体表示无论是司机保姆的工钱还是房贷电费 都是离婚协议里面订好的 也否认不让汪小飞看孩子 还透露汪小飞的妈妈张岚连发数条语音骂他们一家 气得血压都高了 随着张岚在直播间里面正面回怼 大S发声明否认指控 双方围绕着抚养权抚养费 以及前期生活费等些问题展开了多个激烈回合的口水战 媒体网民一路追踪 从汪小飞去台湾了吗 到大S还床垫 再到床垫真假鉴定 好不热闹 报道表示一些网民站队支持大S认为就应该遵照婚前的协议 汪小飞撒泼耍赖无视法律 而另外一些网民则同情汪小飞 指出前期再婚还要继续给他们支付高昂的日常开销 是谁也不愿意 网上甚至传出大S汪小飞之争 在中国大陆已经成为了俄乌和共存与清零之外 可能导致朋友绝交的第三个话题 在这些沸沸扬扬的声音当中 一些中国大陆的女性网民对照身边普通女性的离婚案例 开始思考另外一个更为实际的问题 让这出娱乐圈的闹剧有了一些现实的意义 报道表示 中国的一名网络大V星期一 也就是11月21号的时候 当天晚上在微博当中发出了一条长文 称如果大S跟汪小飞的离婚 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普通人身上 最终不会看到一个跳脚骂街的赖丈男 而是会看到一个情绪崩溃的被抢走了孩子的妈妈 引发了共鸣 结合这些网民的案例和相关的法律条文可以看出 中国大陆在抚养权方面 不是考虑尽可能的维持孩子原有的生活状态 而是将孩子按数量评分给父母 而父母谁能够获得抚养权 更多的也是参考双方当时的经济实力 需要更多的承担家庭责任照顾孩子的母亲 往往是经济实力较弱的一方 想要获得抚养权就得做出更多的让步 而在抚养费方面 中国大陆的抚养费的标准 不是以维持孩子原有生活水平不变的原则 而是近似于低保 低到在收入里面的占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报道表示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 由于法律成本太低还存在大量的赖账的情况 多数离婚的夫妻的抚养费争执 都会以和解来了结 如果真的迫不得已走到了法律的途径 则会面临一场持久战 考虑到抚养费本来就很低 陷入耗时耗钱的官司 往往会让被赖账的一方得不偿失 总和来说 这些标准和程序 对在婚姻家庭当中 通常付出更多精力和时间的女方 都是更不利的 网友们还提出了一种常见的情况 就是父亲一方组织亲友团 直接把孩子抢走 藏起来不给母亲探视 还表示只要坚持一阵 就能够变成继承的事实 更改抚养权 最后女方只落得求诉无门的下场 但是也有网民指出 大S不是没有收入的全职妈妈 自己的经济实力足以保持两个孩子原本的生活质量 却仍要汪小飞继续的支付高额的抚养费 是否吃相太难看呢 还有网民表示 自己也是女性 但是大S再婚 还要求前夫来养新老公 真的很下头 不过这些言论很快被支持女方的网民反驳 指出抚养费和生活费都是当初离婚协议的内容 猜测汪小飞当时是因为出轨心虚而感到愧疚 签下了这份相当慷慨的协议 如果她现在觉得晕 应该去法院主张相关的费用的协议条款无效 而不是在网上来撒泼 并认为一些女性跪久了 看不得别人过正常的日子 还有网民指出 汪小飞的态度反映出了一种可怕的逻辑 既离婚协议不算数 法律文书也不算数 老子不高兴就可以不按照法律来 报道指出 事实上对于大S再婚后 汪小飞是否有继续的执行离婚协议 并且支付赡养费的问题 两岸的律师都给出了相同的答案 台湾知名的律师吕秋元在个人脸书上表示 调节谈判的内容如若谈好并签字 原则上是不能改变的 中国大陆的律师邓高静在个人的微博当中表示 法院所出具的调解书和判决书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如果一方不履行 另外一方可以直接申请法院启动强制的执行程序 还表示 汪小飞以大S再婚为由 不履行法院的调解书 纯属耍赖 大S离婚之后和谁结婚 再婚后过什么样的生活 再婚之后家具是否更换等等 汪小飞更无权去干涉 换句话来说整个事件并不存在法律的争议 关键在于汪小飞眼见前妻令结新欢 心态失衡 以为使出在中国大陆习以为常的耍赖的计量就能够蒙混过关 没想到台湾方面会真刀真枪的查封她的财产 报道说 在中国现行的法律看来 女方如果婚前没有个人资产 那么男性婚姻当中 不管是出轨还是家暴 只要离婚都很可能是女方净身出户 西方国家设置的离婚赡养费 在中国大陆也不存在 中国大陆2020年5月份设立的离婚冷静期 更是被恐婚的年轻人视为洪水猛兽 他们认为结婚和离婚是个人意愿和自由 自己行为自己负责 这样强行用法律干预反而会适得其反 还有网民在留言当中提出 对那些被家暴的人 一个月冷静期之后人还活着吗 还表示连想离婚就立马离婚的自由都没有的社会 你不怕吗 报道表示 网传中国大陆女性在婚姻当中有四大悲剧 当妈式的择偶 保姆式的妻子 丧偶式的育儿 守寡式的婚姻 如今还叠加了冷静期 网上开始流行起不婚不育保平安的说法 另外 中共的官方共青团中央一课题组去年调研发现 中国90后的年轻人结婚的意愿呈现了下降的趋势 而女性的结婚意愿明显的低于男性 表示不结婚和不确定会不会结婚的人数 占到了百分之四十三点九二 比男性多出了百分之十九点二九 在影响结婚意愿的原因当中 受访者选择不相信婚姻的占到了百分之三十点五 其中女性占到了百分之七十三点四 报道说 大S和汪小飞这样的明星离婚 通常只是吃瓜群众茶余饭后的谈资 但是这场涉及两岸抚养权赡养费问题的口水上 却成为了一面镜子 照出了不少中国大陆女性在婚姻当中的无助 也照出了中国大陆法律体系当中对女性保护的缺失 同时也触发了越来越多女性自我保护意识的觉醒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点击节目内容剪辑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